仔细看 湖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是一条巨物缓缓游过 男人们用船脚向水中猛戳 哭哧一声 那船体发生剧烈摇晃 几人此时害怕极了 不顾女人的阻止 男人继续往水里戳 却一个没拿吻 船脚直接落入了水中 眼看近在直时 那女人探出半个身体 她努力的伸手尝试去拿 突然感觉不对 下一秒 女人一声惨叫 紧忙缩回了船里 但手臂却被怪鱼咬伤了 男人拿出皮带扎紧直血 随后依然不死心 伸出手就要去拿船脚 就在要拿到时 突然那怪鱼哭哧一口 船脚也被咬成了碎片 而船头上 被咬伤的女人也失血过多 隐恨黄泉 就在一个小时前 六个七年来到了这个偏僻的湖边 他们抬来小船 想去湖里游玩 一个老头突然出现 他让大壮带他们去别墅玩 而大壮却保证 只划船不下水 小美打开手机 想看下下来的解说 却发现没有信号 他们坐上船 来到了湖中央 看着清澈的湖面 小帅脱下衣服 想下湖游泳 小美和李莎也按耐不住 尽管大壮拼命地阻止 却丝毫无法阻挡 他们直接跳进了湖中嬉戏 而谁也没注意 大壮偷偷掏出一条项链带了上去 突然穿上剧烈摇晃 那啤酒全洒在了身上 大壮几人吓坏了 原来是小帅在捣蛋 而他们却不知道 此刻他们招惹了怎样的存在 那船身又被顶了起来 大壮看向湖面 一个庞然巨物若隐若显 而稀奇的三人也感觉不对 他们到底是碰到了什么东西 这艘小船被困在水中 船脚被不明生物咬成了两半 船身还破了个大洞 现在那生物就在附近 情况十分不乐观 众人此刻都吓懵了圈 他们用谨慎的奖赶紧往岸边滑 可谁知那怪鱼却撞了过来 男人拿起奖就是两下 那怪鱼尾巴一甩就溜了 这挑战的行为 让男人发出愤怒的嘶吼 那鱼仿佛被激怒冲了过来 他拿着船奖拼命怼了下去 可就在爬出来时 那船奖被咬成了烧火棍 他愤怒地推开同伴 丑准机会捅了下去 怪鱼吃痛撞了上来 把那船身都给干破了 现在怪鱼在周围缓缓游动 可最后一只船奖在他身上 那船身在不停进水 危机时刻 小帅想出一个邪恶的计划 他们将丽莎的盒饭放进水里 趁怪鱼被诱饵吸引 竟然赶紧用手当脚 疯狂地向岸边滑去 严禁哥毫无危机感 还在淡定地记录着一切 可丽莎很快就被啃完了 怪鱼一个白尾追了上来 船舱进水严重 竟然不得不往外泼水 而小帅拆下盖子往前滑 哭吃一口 那盖子也被咬走 气得小帅破口大骂 乱起小拳头就想砸他胸口 他们将薯片啥的全抛了下去 可那怪物丝毫不感兴趣 他们投票让大壮去引开怪鱼 因为就是他带大家来这里的 人性的丑陋 此刻暴露无遗 无奈的大壮 只能跳了下去 那怪鱼很快就被吸引 尽管大壮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了 却仍然难逃怪鱼的大口 他们趁机划船开溜 那食人鱼又回来了 众人此刻都快崩溃了 没有办法 他们又将不干活的眼镜戈扔了下去 而小帅此时找到一把斧头 小美对着怪鱼就是一通哭吃 手上的怪鱼又溜了 然而下一秒 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本以为隐恨的大壮 此时却开始船过来了 船上的人开心地大叫起来 可大壮虽然善良 但并不是憨包 之前被他们扔入湖中 如果让他们过来 自己恐怕又得隐恨黄泉 因此大壮拿起绳子扔了过去 他想用小船将他们拖上岸 谁也没想到 大壮刚启动发动机 那怪鱼就飞了过来 哭吃一下大壮跌倒 被绳子缠住了脖子 那船都被撞得不停地打转 眼看男人不停挣扎 马上就要窒息了 而只有砍断绳子 大壮才能活下去 而为了得到他的船 那斧头到最后都没有砍下去 可怜的大壮隐恨黄泉 男人们抓着绳子缓缓拉动 突然 现在不仅失去了大壮 连船也没了 现在船上只剩三人 弱势的小美 自然成了被抛弃的人选 小帅将小美当诱饵扔了下去 本以为两人会齐心协力 同伴哭吃就是一斧头 他想让小帅也成为诱饵 这样他才有深的希望 两人从船上一路打到湖里 而怪鱼扑来 同伴一脚踢向小帅 小帅落入怪鱼口中隐横西北 而同伴则趁机逃走了 而另一边 小美趴在翻了的小船上 此刻他瑟瑟发抖 而大壮的盒饭却完好无损地飘了上来 小美突然想起 大壮戴的那条项链 他把项链取了下来 果然 那怪鱼直接吃掉了大壮 原来 只要带着项链 食人鱼便不会主动攻击 由上暗后的小美遇到了那个同伴 像一秒也惨遭毒手 一束车灯照了过来 老人缓缓举起枪 同伴被逼得步步后退 最终被食人鱼拖走领了盒饭